其实我是觉得以Sail里面最多常见的就是资料的分分合合 可能就是单栏变多栏,多栏又变回单栏 或者是说可能从单个工作表变多个工作表 多个工作表就把它恢复成单个工作表 然后反正就是资料在互相的转换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符合你要的报表规格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的报表规格 要的栏位就分别在有没有,个别必须把它抽离出来 你才有办法找到你要的资料 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你要的资料 你报表当然就做不出来 可是有的时候你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你可能要图把那个刚刚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时候有用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用的总共会有三个函数 Index 那Index 主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函数有时候尽量就了解前面它这个要资料参数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懂,其实有时候我的习惯就是我其实通常我都是看这个前面这个有没有 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就是不是中文的,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英文 可是问题是这个虽然很奇怪 可是你看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个规则性 所以慢慢习惯它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就 比较能够慢慢可以接受的啦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第一阶段完成了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主要刚刚是先做完这一个 再把这个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再用Index 去抓就OK了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云端上也有了,所以如果你怕找不到答案的话 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在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刚刚第一阶段的答案在这里 第二阶段的话在这里 第三阶段在这里 第三阶段当然方法很多 我提供一个我后来试我发现最简单的话 就是我要把什么冒后前面的东西删除 怎么删除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所以如果土法链钢 我发现还是很多人 可能在这里他不会就知道土法链钢了 但是最好是学习就是完整的一套 不要说东学一套西学一套 然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然后只会做一半 其他的话怎么办 所以永远都是有点像半吊子 接下来的话 有时候YouTube上面 有些人就看到部分的影片 然后就会问一些 比较简单的问题 我会觉得说那你应该先了解前面的东西 你自然后面的东西你就了解了 而不是说你看到后面的东西 然后你提的问题 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所以我通常说 你要不要干脆直接来上课算了 OK 这样感觉好像在招生 不过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干脆要不要比较完整的学习 不然的话你等于好像学一半 OK 好 学一半好像就没学 跟没学要那么两样 而且反而你以为你都懂了 但实际上你根本盲点更多 OK 好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个冒号前面的东西 怎么去把它去除掉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其实me的函数 只要跟他讲说哪一个字开始 所以入职时间四个字 那我可以算1234 加一个冒号的下一个字 所以加二从这个字取到后面全部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要的 把它留下来 所以怎么做呢 一 我先把原来这个公司不包含等号的部分剪下来 二 插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函数 所以接下来用切割的 mid mid 然后text是什么 text就刚刚那一串东西 所以你就把公式贴到text 有没有 入职时间冒号 那start number1是说 从入职时间这四个字 所以我可以用len len算什么呢 钱瓜糊 算D1的这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他回来带过四个字 那我必须加二 为什么加二 因为还有冒号 还有冒号后面那个字 所以从第六个字 入职时间冒号 第五 第六个字开始 那number choice是要几个字 那后面几个字 之前我刚开始本来想说 要用数的 可是问题是 四个加两个减到十个 可是问题 另外这个姓名不止十个字 所以后来 我想了一招 很简单 输入99 你想说99 为什么99 因为你会发现 他后面 资料不管几个字 反正都在后面 有没有 那为什么输入99 其实你输入 990也可以 输入 99也可以 其实输入9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只要那个数字大于他的长度 就可以了 因为他只要大于他的长度的话 他不管了 反正 没有的 那就不抓了 就到那边维持了 所以这有点取巧 这个我想出来的方法 后来发现这招 其实还蛮管用的 不用管 反正给他一个大于他长度的数字 OK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 其他要不要动了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抓到的就是我们要的 向右不OK呢 向右OK 但问题来了 向下不OK呢 向下不OK 你想说向下为什么不OK 哪里错 对 对 D1 那D1的话 请问一下要锁哪里呢 锁E 对 因为我们向右的时候 D如果锁起来 他就不能变EFG了 但是向下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在第一列 他不能加1 所以 记得把这个E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按确定 好 把他向右 再向下 全部OK 再选这四个栏位 任一条线快点两下 或者如果你不用快点两下 你可以用什么 在常用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格式里面有个叫自动调蓝宽 这边也可以 不过我的习惯是选这四个栏位 快点中间其中一条 蓝线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什么呢 把我们要的 这个范围的资料 通通抓到这边 OK 当然 这个是方法一啦 之前我还有用到另外一个函数叫 replace replace 其实也可以 replace是把前面几个字 删除的意思 不过后来我发现 用replace 好像并没有密的简单 但是我还是把用replace的方法写在这边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replace意思说删掉前面几个字的意思 所以逻辑不一样 但是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可以参考 云端 白板上面的人士 资料分栏的第二页这边也有 OK 那再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用replace 这边 当然也可以 这个我想自己试试看 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就写vba 其实写vba 会不会比较困难 其实不见得比较困难 为什么 因为其实只要 这个for回圈 加上k的位置 然后资料把它抓过来 结果就OK了 并不见得比较复杂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用me的函数 把要的资料留下来 试试看